我这边下来了 你看维族他们也要在这里来旅游的 这边是那个什么清真寺 很多维族人也在这里旅游 喀什也是他们向往的地方 这家新疆的酸奶特别好做 比较低调 昨天说了觉得 哦西域村 这是他们的他们的酸牛奶 在古城里面价格都很甜 还可以有美团商店买更嫌疑 原价16的 他实际上买下来才12 但是现在生意不好 游客都不知道 我还要把它摇匀 做一杯茶也不容易 但也不容易 这个是在这边 这个是在这边 这个是在这边就来 这个是在这边 这边是在这边 那边是在这边 这个是在这边 这是我在卡斯 我们住的客栈 已经住了五六天了 新疆旅游 看似繁荣的背后 实际上非常的惨淡 这是我一个朋友 就是在新疆看民宿的朋友 告诉我的 确实我这次来住酒店的时候 我就感到很诧异了 因为我2020年 当时疫情期间 自家新疆到卡斯以后 我发现酒店很难找 在市区 找个经济行政的酒店 一般要178 并且房子非常的老旧 都是开了很多年 很成就 住起来很不舒服 虽然当时没什么游客 包括古城里面 都没什么游客 在古城逛很舒服 但是住确实不舒服 酒店难找 我这次来的时候 因为知道新疆旅游很火爆 上半年有1.2亿人到新疆旅游 可以说是一到暑假 全中国的人都涌向新疆 我想这次到新疆 那个酒店肯定是飞涨 特别是听说像什么阿勒泰 什么河墓 什么卡拉斯 这些 一个小木屋一晚上 一两千 所以我这次是抱着 要割肉流血的心态 到新疆旅游 没想到到卡斯以后 我老婆在网上一找 发现这种民宿遍地都是 并且才100块钱出头 很新 设施也非常好 随便找一间吧 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型 就是一张一米八的大床 电视空调 装修的非常不错 还有一个加湿器 插具狂泉水 这里还有一个冰箱 虽然小 但是一应俱全 这个号称是代神 实际上是仿的 但是也不错 这个智能马桶 但是半自动的 只是说它自动冲水而已 它没有喷头的 这坐起来很舒服 这种房间才110 并且不是它这一间 整个卡斯很多 选择很多 我就很纳闷 新疆旅游这么火爆 为什么房价这么便宜 当然他们坐起来也不容易 因为这个110 我听前台说 你若是线下 直接付现金的话 不经过平台 可以以平台的价格打九折 我想我住的时间长 我就说那好吧 我线上110 打九折 那不是就100块吗 那我在这里住过五六天 最开始我都交到钱了 他也同意了 后来他还找我 老板说 这个价格我们做不出来 太亏了 你还是给110吧 我想也不容易 后来我又加了钱 第二天他又来找我 他里面这个110的价格 我不能给你们提供早餐了 因为我开始在网上定110 是大家早餐了 他说这个早餐不能提供 他说我们确实做不出来 我当时想你既然在网上都做得出来 为什么我给现金给你 相当于没有网上平台在抽成 你应该得到的更多 但是我想他早餐也很一般 也无所谓 然后要说没有早餐就算了吧 反正就是看得出来 他们也很为难 经营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那种感觉 确实他这里每天 除了我们做两个房间以外 每天也就是最多三组客人 他总共有12个房间 加上我们每天晚上 平均下来 就是可能5个房间 也就是说入住率不到50% 他这样做肯定是亏损 经营起来很困难 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 既然那么多人到新疆 卡斯又这么有名 为什么他们还要亏损呢 这两天刚好就碰见一个 在新疆开民宿的朋友 他就在塔县 塔斯库尔干开了一家民宿 他告诉我确实如此 他的民宿也是举步维艰 当时吧 就是在2022年疫情期间 当时有一段时间 放开了一段时间 刚刚一放开 哇那个旅游不是报复性的恢复 说是塔斯库尔干 那么偏远的地方 火得一塌糊涂 然后有很多广东的车友 就把哈雷摩托 通过那种快运 运到塔斯库尔干 然后人坐飞机过来 然后一个哈雷车队 到那个直奔 那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境 就是那种 整个塔斯库尔干 那么小一个县城 它总共只有4万人 说是游客 都没地方住 因为2022年的时候 塔斯库尔干的 民宿接待量 大概只有7000 所以一下那么多游客 都没地方住 然后政府就动员那些村民 把那些游客接回家 适当地收点钱 但是后来 突然又出现疫情 然后又打回原型 但是通过这个事情 老百姓就知道了 理由这么火爆 这么赚钱 然后他们就开始 就做民宿了 就是加工加点的 建民宿 建宾馆 建酒店 到了2023年的时候 疫情一放开 也是声音很火爆 他们的那个时候 他们的接待量 就一下子就 可能到了1万多 到了今年 他们的接待量 就达到两三万 要知道 他整个县城 才可能3万4万人 但是他的接待游客 的容量 也已经达到了3万4万 所以就是爆炸性 每年就是翻几倍的 这样增长 就造成了 他的接待量 一下就过剩了 但是同时 那个游客量 并没有增长 关键是 那个游客的消费量 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现在你看这满大街的游客 但是都不花钱 不住酒店 不买东西 不消费 大家也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 比如说像这个民宿 那下面有洗衣房 免费洗衣服 另外他还有厨房 也免费使用 很多客人来了 就自己在做饭 到新疆来自己做饭 我都没想通 因为我到新疆来 就是吃新疆的美食 但是你到新疆来 自己做饭 我想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到新疆来 所以这种人 也越来越多 就造成了 他们现在那个民宿 在塔县的那个民宿 也是没什么客人 寥寥无几 所以他感觉到就是难以为继 但是他告诉我 就在去年 旅游平台 邪称网 就联系他们 说你们民宿经营的不错 我们决定给你们 颁一个奖 叫新瑞民宿奖 然后到武汉 来参加那个平台的 那个颁奖晚会 他就很诧异 就说我们都干不下去了 怎么还经营不错 还要颁奖 但是他还是去了 去了以后 通过跟同行交流 跟平台交流才知道 他们说 不是你们塔县生意不好 也不是只是南疆生意不好 北疆生意同样不好 也不是说仅仅口外生意不好 口内生意一样都不好 因为新疆人 他们称自己为口外 内地叫口内 生意普遍都不好 所以他们的民宿 相对来说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说还给他们颁了一个新瑞民宿奖 这就是全国普遍的一个现状 然后后来他们在那里待了几天 还参加了一些专家的一些研讨会 其中有四川大学旅游专业的教授在那里讲 他都说旅游市场 就是到了2024年 突然之间一夜之间 消费率突然不见了 特别是那种最有钱的60后70后 消费率突然一下消失不见了 大家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因为我也属于年龄阶段 我知道那肯定是跟房地产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消费的信心 实际上就来自于房产 60后70后 占了改革开放的红利 往往手里面都有好几套房子 这些房子按照以前的话 那个市值不菲 你说在大城市的话 那几套房子可能身家上千万 并且还在增值的过程中 所以说大家都有信心去消费 但是突然之间 你的房子 那个房价暴跌 有的腰斩 有的膝盖斩 并且还卖不掉 你的房子 相当于就是一个不动产 很难变现 所以这样的话 对消费的信心的打击是很大的 大家都不敢用钱了 60后70后不敢用钱了 那年轻人更不敢用钱了 年轻人 现在是 号称四博 不恋爱 不结婚 不生娃 不买房 他们也买不起 也生不起 也娶老婆 也娶不起 但是他说 现在旅游的阻力军 还正是这帮年轻人 这帮年轻人可能出于 善心的目的 逃避现实的目的 他们有旅游的需求 但是他们旅游是什么方式 他们是特种兵的方式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长途奔袭 今天在喀什 明天可能就冲到了乌鲁木吉 并且虚晃一枪 然后又走了 然后他们住 往往都是 有时候自己开个轿车 就是床车 晚上就直接睡在自己的车里面 就没有住宾馆了 然后吃一吃饭 有时候自己带一个什么锅 那些 在野外自己做饭 现在在网上有很多这种网红 他都是这样 在一个郊外 然后起锅烧油 自己做饭 大家都爱看 大家跟着模仿 这就是年轻人的特种兵的理由 你看着人多 看着一两亿的游客 涌入了新疆 但是都是不消费的 所以说这些民宿老板 天天坐在那里发愁 看着人来人往 但是赚不到钱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为什么新疆 看着旅游那么火爆 好像全中国人都涌入新疆来了 但是新疆的旅游从业者 叫苦连天 生意非常惨淡 难有危机 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可能 所以经济下行 没有一个行业 能够独善其身 旅游业就是经济的一个情绪表 所以说旅游业的惨淡 也是很正常的 连新疆都是如此 全国其他地方的旅游业 更是不值一提 所以这就是 这次到新疆来旅游 在喀什住民宿 得到的一个体会吧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